健康一加一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林小旭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会员频道 那今天再次来谈一谈Omicron变种 大家已经都知道 这个变种传播非常快 而且具有很强的免疫逃逸的功能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 目前的这个疫苗政策 特别是各个国家都在鼓励民众打加强针 那么打加强针 能不能真的挡住Omicron变种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那很明显的 这么短时间内出现了Omicron变种 临床实验室跟不上了 那么来自现实世界的数据 就是有一些国家已经推行人们 打接种疫苗一段时间 那这部分人群对Omicron变种 能不能有足够的保护的作用呢 这个数据呢 现实世界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那么无疑我们现在得看一看 体外的实验 这个实验室里面的这个数据到底是怎样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自这个波士顿的 包括这个麻省总院 以及这个哈佛的这个研究团队跟德国研究团队合作以后 出来的一个报告 那目前这份报告也还是预印版 并没有经过这个通聊的这个评审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方面的数据 那首先呢 那在说这个具体研究报告 我们也先看一下总体这Omicron在全球流行的一个情况 那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英国的这个确诊的人数是最高的 英国的主要的感染的来源是Delta加上Omicron 那现在Omicron在英国也成为最主导的变种了 那对于南非来说 Omicron变种就已经是彻底取代了Delta变种 那这个趋势是非常非常快的在短时间内实现的 美国呢现在也找到了Omicron变种 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主导的变种 那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研究 那这份研究报告的这个标题就很明确的说的是 针对MRNA疫苗 如果你打了加强针的话 是会比较有效的增强对于Omicron变种的这个综合能力的 所以这个研究报告呢 可以说是目前来说的疫苗界最重要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数据 那当然这个说数据呢 一定会提到这个变种的一个特点 那Omicron变种确实在这个基础蛋白上有相当多的这个突变 对吧 35个突变位点 那从这张立体图上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到 就是说Omicron变种 如果你从上往下看 确实在三具体中顶端有非常多的变化 从侧面看也是顶端 跟这个受体结合的部位有非常多的突变 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了一套假病毒体系 用这个SARS-CoV-2的基础蛋白 作为表面的碳蛋白 然后呢 病毒的这个结构蛋白是来自防长毒病毒 Lentivirus的 然后组装成一个假病毒 然后做体外的抗体的综合能力的这样一个测试 那么它收集的血情 首先是来自接受了Moderna疫苗的这个人群 那不管你是近期内接种的疫苗 三个月之内的 还是说超过6到12个月的 或者是你比较早的接种过疫苗 但是近期有感染这个人群 以及第四个人群呢 就是说你在三个月之内打过加强针的 那这四个人群做一个比较 那么同时也比较了野生型病毒 Data病毒和Omicron 对于三个不同的病毒 所应有的综合能力 那么可以看到拍下这些圆圈的这些图 是代表着就是这个人群中有多少人 有多大比例的人群 能够找到综合抗体的 那么很明确 就是对于野生型的这个病毒的话 还有Data病毒的话 如果你只要近期接种过Moderna的疫苗 你几乎百分百都有综合抗体 但是对Omicron变种 就只有剩下一半的人有综合抗体了 那么如果你是更早的半年到一年之前 接种过疫苗的话 那对于Data病毒 我们其实很多人就是将超过一半的人 已经找不到综合抗体了 疫苗的产生的综合抗体 在半年以后就衰减的比较快嘛 那对Omicron就更惨了 这个就是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是有综合抗体的 那如果你近期有感染的话 综合能力还保持的会好一些 然后呢 如果你是近期打过加强针的 那在综合能力就保持的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是对于Moderna疫苗所得到的一个数据 那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数据 我们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针对Omicron变种的综合能力的话呢 如果你是近期打过疫苗的话 这个下降的幅度是43倍 那么如果你是近期有感染的话 下降幅度是9倍 如果打过加强针的是6倍 所以呢他就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你如果打过加强针 那么你对Omicron变种 综合能力的下降算是最少的 那对辉瑞疫苗呢 数据基本相似 这是比较有意思一点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6个月到12个月之前 打过疫苗的话 对于Omicron变种还能找到一部分人 是体内是有综合抗体的 可是如果你近期内打过疫苗 反而找不到人群 又对针对Omicron的综合抗体 那这个可能是有线 这个样本的这个误差的问题 但是这个数据呢 也反映就是总体来说 Omicron变种使得综合抗体 失效的非常快 跟野生性比较的话 下降了122倍 那如果呢近期打过加强针的话 对Omicron变种相对来说 会保持一定的这个综合能力 只下降了4倍 这个是针对辉瑞的疫苗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对Johnson Johnson疫苗 这是腺病的为载体的疫苗 那他只打一剂对吧 那么加强针呢 就是跟MMA的疫苗混打 那么如果混打以后 打过加强针的这些人 那么对Omicron变种 还有比较多的人 能够检测到有综合抗体 下降的幅度也不大 就是13倍 所以这个当然无疑是一个 对加强针这个政策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是从就是接种疫苗人群 它不同的时间跨度 这四个人群做个比较 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 就是说你是打了两剂的 还是打了三剂的 直接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么如果针对野生型病毒的话 非常明确的 不管你是打了Moderna疫苗 还是打了辉瑞疫苗 这个加强针的效果不明显 对吧 加强针一倍或者三倍 这个是没有拖大的区别的 那对于Johnson加强疫苗 这个提升就相对来说明显一点 你打了这个MIA的加强针以后 这个综合能力增加了34倍 如果是针对Delta变种的话呢 不管是打了Moderna和辉瑞的话 这个加强效果也不算太明显 就是三倍和九倍的增强 但是对于Johnson加强疫苗 还是增加了相对多一些 有16倍增加 那这个都是基于这个假病毒 所做的一个抗体综合能力检测 那如果对于Omicron来说 加强效应更加明显一些 你打了Moderna的话 增强19倍 如果打了辉瑞的话 是增强27倍 增强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相对来说 对于Johnson加强的疫苗 如果你是打了加强针 对于Omicron变种的 这个综合能力增加的并不多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点 那总的来说 这份的研究强调了 你只要近期内打过加强针 不管你之前打的是MIA 还是Johnson加强的疫苗 那么对于Omicron变种的 这个综合能力 都有了比较多的一些提升 这个是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了 那么同时研究 它也进一步比较了 Omicron变种的 它这个复制的能力 跟其他的野生型 还有β、γ、δ的变种 一起做了比较 那就发现Omicron变种 在体外甲病毒测试体系中 感染能力 也是野生型的差不多的4倍 也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 达到比较高的病毒量 感染更多的细胞 这个研究报告 当然是对于疫苗界来说 对于支持打加强针的这个政策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但是从这个研究报告的本身来说 我们也要客观的同时看一下 这个研究报告 它自身的一个局限 那这份研究报告 它确实是用了一个 这个假病毒的这么一个检测体系 那么这个假病毒体系 有什么特点呢 那么这个假病毒体系 它是用了这个SARS-CoV-2 但是它同时在它的西端 切割掉了18个氨基酸 那么这种截断尾巴了 这个极图蛋白呢 它实际上是为了 让这个假病毒体系 能够产生更大量的假的病毒 因为它是组装的过程 如果你这个极图蛋白的尾巴很短 更容易组装到病毒里面 病毒就会产生的更大的量 那么同时它用的是 Lentivirus的particle 也就是防转入病毒的骨架蛋白 来作为病毒的组装的 最重要的骨架 也同时跟这个表面的碳蛋白 会有一定的相互作用 组合成这样一个假病毒体系 那么同时它这个实验 是在293细胞里面做的 不是正常的人体组织的细胞 是一个癌细胞的体系 因为体外的很多的实验 都是需要在癌变的细胞里面 能够不断繁殖的细胞里面做的 所以这个当然跟前不久 我们跟大家谈的 香港大学说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因为香港大学 比如说它是用X vivo的实验 用的是比如说肺细胞 或者是这个细胞的细胞等等 那那些不是癌变的细胞 跟这个293细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病毒对这些 不同细胞的感染力 就会不太一样 然后同时假病毒这个体系呢 它的机理的话 它其实就是不同的这个资历 来表达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极度蛋白 骨架蛋白 然后在感染这个293细胞以后 组装出这个病毒 但是这样的这个病毒 它是一式性的 所以它就是一式性的 产生了这些病毒 它是假的 没有后代的 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所以这样的一个实验呢 它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观察 看它多少小时以后 或者几天以后 产生子带的假病毒以后 它有多大的这个感染能力 那么这就是跟这个 Omicron变种有很大的区别 对吧 Omicron变种真的感染人体 实际的情况下呢 当然这个病毒本身会不断的复制 这个体外的体系 就跟Omicron变种感染人体 有相当大的区别 对吧 所检测出来的数据呢 可以说它这个真实的情况 会偏差的更大一点 因为你这个野生性 这个病毒株 或者是Delta病毒株 它在其他的结构蛋白上 或者是非结构蛋白上的 这个突变 没有像Omicron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你用 同样的防转禄病毒的 结构蛋白来取代 Omicron的结构蛋白的话 会带来很大的偏差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 实验设计本身 它的一个局限性 在现实世界中的这个数据 可能不会像这个 体外实验这么理想 就用一个假病毒的体系 来解释 这个疫苗的效果的话 应该要非常谨慎 现实世界中 Omicron变种的这个 扶持能力 在不同的组织器中 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器官中的扶持能力 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研究报告 跟大家的分享一下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